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杜岳生这个人 我们知道,他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霸王 虽然是非社会,但是杜岳生给世人的认识并不是那种地痞 而是具有文化气息、爱国品质的人 而杜岳生说了六句话,让世人都了解了他霸气的一面 在民国时期,社会环境比较动乱 在上海有三个人被称为三大巨头 他们就是黄金荣、张孝林以及杜岳生 其中杜岳生最会做人,虽然说杜岳生只是一个黑社会 但是社会上的人对杜岳生评价非常高 虽然说杜岳生没有读过书,但是眼光非常好 对于人生观、世界观,杜岳生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一生说过六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胆小的男孩一般能成大事 打仗前四千想后才是帅才 都说胆子大的人能够成大事 但是杜岳生认为,在战场上,胆子小的人更加的谨慎 能够让士兵的损失达到最小化 从而取得更大的战果 第二句话,一群人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 杜岳生认为,真正有实力的人并不是那些吵吵闹闹闹的人 往往是那些非常冷静的人 这句话就和民将的一句俗语一样 咬人的狗不叫 第三句话,英雄不怕出身低 关键要有个好脑子 这句话虽然是出自杜岳生 但是也是最好的总结了杜岳生的一生 他自己出身低微,只是一个卖水果的 但是却能够当上海滩老大 靠的就是他有一颗好脑子 第四句话,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 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杜岳生说,这句话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想结交的人来讲 锦上添花的事情做得再多 人家也不会记住 但是雪中送炭的事情 别人肯定会一辈子难忘 第五句话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 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 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杜岳生一生认为 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往往脾气非常好 而那些没有本事的人往往脾气很大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的厉害一样 就如胡家虎威一样 第六句话 如果日本人想利用法族借打中国人 我杜岳生自信能在两个小时内 把法族借全部毁灭 这句话是在杜岳生抗逼日军的时候所做的宣言 并且这句宣言成了当时上海战场上 最为霸气的宣言之一 当时日本想通过法族借来攻击我军 于是杜岳生就在媒体发布会上 公开宣布了这句话 其实杜岳生一生说过很多的话 而以这六句话最为让世人熟知 杜岳生不仅仗义多情 而且他的爱国情怀 也可以说是当时上海滩难得一见的 讲到这里我想问一句 大家最喜欢哪一句呢